這個節目是 提供的贊助者的提供 對 趁還小的時候趕快吸 長大就吸不到了 新款大麻 這是合法的 好不好 貓麻 貓毒品 好不好 為了要給大家更好的觀看體驗 我們一切都比照discovery的等級跟規格 一部片加上廣告就是一個小時 好不好 我們現在現場這個歡迎 廣告贊助商來跟我們接洽 當中我們這個在過程中過場再插幾個廣告 一個節目剛好時長一個小時 好不好 覺得這樣中不錯吧 對不對 改這些車燒這些錢 好不好 這個歡迎 各大贊助廠商還是有改裝店有沒有 你想要有這個野外露出 不是啊 想要有在影片錄出的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就直接這個在這個影片 長達 長達四十幾分的影片裡面 完全置錄了 絕無人場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個錢燒下去就是要乾爹 乾媽們來置錄了 不然以後真的是很苦啊 好不好 日子不好過啊 你看一台車弄了一年多 太硬了 真的太硬了 好不好 大家晚上好 都吃飽了 今天開台比較晚一點點 好 我來看一下今天幫大家準備的題目 我有準備一些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我要講 我要分享一下 我說其實有時候很感慨就是 雖然做一個二手車商 做到現在這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以後會怎麼樣 我們不曉得 可是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覺得現在的生活還算過得去 還可以這樣子 那我基本上我也不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說我要真的要到很紅很紅 走到路上大家都認得 或者是說要賺到多少錢 還有什麼開幾間分店 全國連鎖啦有沒有 連成一個死字之類的 我都沒有其實沒有這麼高的願景 我覺得其實只要每個員工都過得快樂 他領的錢都夠用 其實都OK了 好不好 我覺得就不錯了 可是其實我最近 我遇到蠻多跟我買車的客人 有跟我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常常在這個很多的汽車社團 現在不是很多那個汽車的社團嗎 叉叉車社團 我也在很多的汽車社團裡面 那就會覺得說他們覺得好像說 很多有些人 不要說很多 因為我真的收到蠻多人反應說 他們只要在上面表明了說是跟小獅買的車 就會被社團裡面的人 不要說罵 被唸 為什麼不跟社團裡面的網友買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找小獅買 怎樣 就會有這種留言會出現 然後買車人就會跟我講說 我找小獅買有什麼不對嗎 怎麼會覺得說好像 我買車就一定要在社團裡面買 為什麼要給外面的車商賺 車商還有些人說 車商那麼好 買好便宜賣好貴 那我其實我覺得一路以來 我們先不要講 默默之間有擋到多少人的財路 其實 如果用心去想起來也有可能 我說實在話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是這樣 從以前 我就說了我們年輕的時代 開始有一些所謂的車友的 雅虎家族有沒有 以前在雅虎家族 還有一些各大論壇 以前的車友是這樣在相聚的嘛 對不對 雅虎家族啊 什麼這個車友論壇啊 什麼 大家都在裡面 拉迪賽啊 聚會啊 分享一些情報啊 等等的 團購啊 等等的 那我當然知道裡面有很多狂熱的分子 拉 就是他可能 我不小心今天拍個影片 講到哪一台車不好 然後他們就覺得 為什麼要說我車不好 我車超棒的 有沒有 之前有那什麼HRV的那個車主 有沒有 反正我可能我拍那麼多片 來講到誰的壞話 也許 特斯拉納智傑有的 沒有的 韓國車有的 沒有的 那可能就也許 那狂熱分子就覺得 我車好好叫你講的 有沒有 就有可能是這樣子 那也有可能說 有些人覺得說 哇 可以吐槽網紅很威 有沒有 很威風 哈 我跟我說 那網紅也沒算什麼 小四老也沒算什麼 我跟我說 你把我買的車 越讚 有的 那我不曉得 也許默默之中 真的會 會擋到一些人的財路 欸 擋人財路如同 殺人父母 那很嚴重的事情 呵呵呵 對吧 所以這個 會有一些這個 講東講西的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可是我講實在 剛剛有很多留言 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 社團裡面 當然也會有一些 想賺錢的人 在裡面 這一定也會有的 對不對 修理廠的 可能他本身也是賣車的 我跟你講 有時候 我也常常在各大什麼 二手車販賣社團 強調他是自售的社團 我裡面看 我告訴你 那有的 那有的所謂的 自售 賣的 比車行還很 那有一些 車友之間的 買賣 比如說 你PO在社團 賣 我跟你講 我遇到太多了 因為我這個人 我沒有什麼 錢都要賺的人 有一些 比如說現在 我遇到一些 比較特殊 上次遇到 比如說 Golf 比較舊的 比較這個 冷門的 比如說 標誌的車 206 手排的 206 XS 有沒有 手排的 之類的 我都會先跟他們講說 你要不要先到社團去 賣看看 因為我覺得 這個給我們收 可能這個 會比較便宜 因為冷門 我們銷售時間要久 你去社團自售 可能會賣比較好 可是我跟你講 我得到太多太多 為什麼我還是收得到 那些什麼 標誌207 標誌208 手排 他們難道都沒有社團嗎 我可以收到一些 奇奇怪怪冷門的車 包括300C 包括其他 我不講Saba 其他的車款都一樣 為什麼我都收得到 你知道嗎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這些很多的客人來這邊都說 我有在社團賣過了 社團 平常講的好像社團 每個來的殺的 小事哥 我跟你講 他殺的比你還狠 我在社團賣 我無非想要賣比車行高一點 每個人來閒東閒西 說社團社團 平常說說笑笑留言開玩笑 在那邊 新竹抓 新駭隧道抓到了 抓到社友 在哪裡又抓有沒有 講的好像都很開心 真正要賣的時候 來還不是一刀大刀 給他砍下去 不是一樣意思 他覺得我心很累 他們自己賣的心也很累 小事哥我知道你要賺錢 小事哥我知道 這個你們利潤會抓高一點 因為有風險 對不對 因為你要賣久一點 你銷售期長一點 或是這個車零件比較貴 那你賺是合理的啊 我覺得我賣給你 輕鬆簡單 明瞭 清楚 愉快 又看到小事哥網紅 對不對 我賣給你 給你賺我爽 我也不要給那些社團人 來這邊閒東閒西 那邊拿大刀在那邊砍 我一台車我開好 明明就好 來閒到好像我的車媽的 無地自容 其實這種東西就這樣 自古以來就這樣 我覺得 完全都不是社團的問題 也不是車的問題 也不是價格的問題 都是人的問題嘛 對不對 社團有沒有G8的 有嘛 車行有沒有G8的 有嘛 各行各業有沒有G8人 有嘛 所以 都是一樣 車友哪裡車友 我感覺是這樣 我自己也車友 長那麼久了 我為什麼俱樂部 我換那麼多車 我每換我從小時候 從我開始開車 我每開一種車 我就媽加一個俱樂部 我到現在我加過多少俱樂部了 你知道嗎 我怎麼不知道裡面在幹什麼 對不對 來團購大包喔 我跟你講 我現在我通過一個朋友 從日本訂到一個 他某某牌大包 台灣沒有的 來來來來統計喔 保證價格最優惠喔 真的 真的沒有賺錢嗎 沒有賺錢我覺得沒有什麼 真的啦 有些人他你的工作 你是修理車的 你是保養車的 然後你加入這個 你要賺錢 我覺得那個 無可厚非 只是我覺得 台灣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是 為什麼 你不想著要自己進步 然後你只想著要用攻擊別人 來拉抬自己的身價 我覺得很奇怪 我從三四年 四年前 五年前 我開始開直播到現在 我從來我在講 案例 分享案例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會去攻擊任何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一點 我從來不會去針對某一個車行 甚至 某一個縣市 甚至某一個聯盟 我從來不幹這種事情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絕對不會去針對一個人攻擊 我們對事不對人 我們就把事情講出來 我也常常在講 車商只有我好嗎 沒有啊 我說越來越多好的車商 大家要去做功課 有評價 對不對 好的車商要鼓勵他 好的才會越來越多 因為車商原本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為什麼 客人雞八我就比你更雞八 不然我怎麼賺你的錢 雞八大概就來雞八 那完全沒有正向正能量的釋出 好所以我先這個發難 我先來釋出 我們這個注重服務 我們怎麼樣 大家一起進步不是很好嗎 一定要捕我草捕我爛嗎 好很多人都說 欸小師你那直播都要講別人壞壞 拉台自己身價 我從來沒有指名道姓 講過任何一家車行的壞話 我甚至還講過說 我說其實有一些 他用比較不那麼正當的手段的車行 只要他不犯法 假設他不犯法的情況下 也不為過嘛 這只是每個人賺錢的方式不一樣 坦白說我真的是這樣 有些人就說 小師啊你不如笑評不笑長 我覺得只要不犯法 他用一些廣告的手法去吸引你 你不清楚你被他騙去 我真的我也沒辦法 可是他只要沒有犯法 對不對 每個人做生意的方式不一樣嘛 有人喜歡去菜市場收快爛料菜回來炒菜 賣自助餐賣你很便宜 有人喜歡說我這都有雞的有沒有 你看有雞的幾三杯 我這都有雞蔬菜 阿塞阿牛的那種 有雞蔬菜 有雞蔬菜 破一個洞被蟲吃代表什麼 沒有用農藥 有沒有 有人要用這種的賣貴一點 有人買單也OK啊 就做生意方法不同而已啊 阿你沒有必要說為了烘台自己身家 阿你幹的那個都用那塊爛掉的菜 阿問題是人買多錢 你買多錢對不對 當消費者的數值升高 當然商家的數值要跟著升高 那當車商的數值升高 消費者當然數值要跟著升高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有人會說小事哥 上次你那個包包 怎麼被你講完 他的燒到跑去買你知道嗎 有沒有 小事哥為什麼每次看完你推車的影片 我都好想買那台車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有些人他可以每天發動態 每天發FB喔 每天發IG喔 你有看過IG的那個現實動態有沒有 哇阿媽的一顆一顆一點一點的那個很密 你有沒有看過你朋友中有沒有這種人 我幹阿為什麼一個人一天可以發這麼多文 好強喔 我真的做不到 這個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今天線上的655位朋友 你們跟對人了 跟對老師讓你上天堂 跟錯老師馬上住套房 看小事長知識 今天的絕對要放入收場 我要跟你們分享 其實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是差在哪裡 差在觀察力 如果你今天你做的是一個業務性質的工作 你做的是經濟人 經濟人也是啊 你有沒有觀察力 你知道自己的商品的缺點在哪裡 然後進而發現這個商品的優點在哪裡 比如說一台車 我回來 我要有敏銳的這個觀察力跟嗅覺說 這個車我覺得CP值很高 為什麼 好的地方在哪裡 是人家看不到的 不好的地方又是在哪裡 是人家看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你要成為一個好的銷售員 業務員 甚至服務人員 你要好的觀察力 真的啦 有人在路上有沒有 看到一隻青蛙 他媽的可以打卡寫一篇 那個觀察力超強 又很會聯想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 很多東西都是因為人 你過久了那種機器人般的生活 每天上班下班都在做一樣的事 你的老婆你的小孩都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試著花時間 花心力 花精神去觀察你周遭的人 我跟你講 搞不好 有很多你沒有發現的東西跟事情 你要有敏銳的觀察力 你才懂得感恩 才懂得去把它發揚光大 你看 平平一句話啦 有人進來說小事剪短髮帥喔 有人進來說小事你得罪理髮師了嗎 所以我跟你講 一切都是怎樣 人的問題 有沒有 對不對 你一句話你就是要這樣說 哈哈哈哈 我有辦法 每個人看觀察的東西都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在留言裡面就可以看到真實的人生了 哈哈哈哈 才剛講完有沒有 反正我覺得 我現在講這些社團的東西 那我就也會問那個客人 我說好啊 那既然你社團的裡面的人這樣講 那你為什麼不跟車友買 我這個客戶他本身是在賣保險的嗎 他就覺得說 沒有啊小事哥 我覺得這個是跟保險的概念是一樣的嗎 你今天你要保一個保險 你也可以在線上點一點點一點刷卡就保好了 那你也可以找一個專門在做保險的保險經理人 自己的朋友也好親戚也好 以後他都在服務你這些保險的事情 那他會不會有賺錢 會 一定會 一定要 那差別在哪裡 簡單嘛 你在網路上保一保刷卡刷一刷 完了 這個 我現在要出保要準備什麼資料 自己又去查 我現在要先醫院申請什麼證明 自己再去查 那今天你如果有一個保險經理人 你是不是打通電話 甚至他就幫你辦好 也有可能 馬上一通電話 就知道你要怎麼做了 你節省的是什麼 時間嘛 所以我覺得買車也一樣啊 你可以跟車友買啊 車友買 回去一個月兩個月有問題 你找他他理你 好那你來跟小事買的話 差在哪裡 兩年後只要小事還沒到 你有需要幫忙 你還是可以來找我啊 我可以幫你這個用更便宜 照顧他的方式 對不對 我可以讓你不要出去再被人家騙 我就講一個最那個的啦 上次我一台focus 我說客人回來反應啊 他說這個油門踩下去會燉啊 他出去到外面修理廠 他就一口就說你這個面相怪怪有問題 你變速箱有問題 好後來回來 我幫他我幫他這個檢查 我說我覺得說變速箱 是有一點太過於魯莽了 我覺得我幫你試一試 後來我試一試 我跟他說 我覺得是你排氣尾段的問題 因為你排氣尾段沒有回壓 所以你仲踩的時候 車會鈍一下 他建立壓力 他沒有壓力建立 客人也不相信 我說好OK 那你車來我先幫你換回原廠的尾段 我把他換回原廠的尾段之後呢 他回去再試 好了 如果那時候你去換迷信 這個錢是你花還我花 好那今天這個事情 如果是發生在你跟我買車的兩年之後呢 你今天跟自售買 外面修理想說你迷信壞掉 你就換一個迷信這樣 你沒有小師哥可以問 我不是說外面這樣不對 他有可能會誤判 大家可以討論 我們就是一個 你可以討論車的朋友而已 沒有什麼 不困難 我們也是一個社團 小師汽車社團 你也可以討論 我們就是幫你安排服務員 你一年兩年三年五年 我們只要這些服務員還在小師美島 你都問得到問題 就很簡單的事情 就這樣的概念而已 沒有什麼 小師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只是 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外面希望你花錢 但是我不希望你花太多錢 為什麼 因為你回來 你跟我買了車你回來 我讓你花太多錢 好像好事 我賣你的東西不好 那我沒面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利基點不一樣 我希望你花越少我越爽 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還有第二個 反正你車不是他賣你的 他愛把你講多爛 他都沒事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我把你講得很爛 不是我賣你 是別人賣你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角度不一樣 切入點完全不一樣 我就 有時候客人會回來講說 我外面修理場跟我講怎樣 我就跟他講一句話 我說 我問你 你從 這台車你修理從頭到尾 唯一有收過你錢的人是誰 他說 就那間修理場 我說 那我有收過你錢嗎 我除了賣你車的時候 有收你錢之外 你回來再弄東西 我有收過你錢嗎 沒有 那我問你 到底誰的話 能聽誰的話不能聽 我都沒有幫你收過錢 我說的話你不聽 你要去聽外面 幫你收錢的人說的話 我跟他說話到底誰比較準 那不很奇怪嗎 好啦 反正我覺得那就是保險的概念 這是經理人概念而已 我就是賺錢 賺錢來做貨物就是這樣 你如果說你覺得你不需要貨物 外面也有很多很便宜的自售或其他的車廠 不要服務的 你也可以 OK 其實我跟你講 我是因為招牌 使然 這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堅持要做好的服務 是因為要累積我們的信譽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更輕鬆的方式是什麼 每個客人進來 不好意思 跟那個M3一樣 我跟你講我就賣你這個樣子 出去以後你自己負責 合約寫清楚 我們已經談定了 議定了 價格就是這樣 完全不負責任 出去 保固三年兩百公尺先到為準 有沒有你曬出 超過兩百公尺就沒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這樣賺起來才輕鬆 真的 我覺得這樣賺起來會很爽 我跟你講 售後服務不是人做的 好不好 今天就來抱怨大會 我跟你講真的 用那個服務來賺這些錢 我跟你講 那花的時間跟精神跟力量 讓你賺到路的客人 我跟你講真的不夠本錢 真的不夠本錢 我給你們自己選擇 如果可以輕輕鬆鬆的 轉個手賺一兩萬 跟一台車可以賺五萬 出去要保固 要永續經營 我跟你講 如果可以的話 我寧願選那個賺一兩萬的就好了 我講認真的 因為真的會很輕鬆 為什麼 後火車站有很多那個盤商 有沒有盤一些什麼 髮夾 什麼日本食品 後火車站 那個叫太原路 很多盤的有沒有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盤的不用負責任 炭料比較快 我跟你講做盤商賺得才快 因為他賣的量大 他雖然賺得少 薄利多銷 所以他不用在辛苦 後面那些在那邊跟客人溝通 跑去還要準備車借客人 然後去跟他簽回來 然後怎樣 跟客人溝通 沒有這個是原本的 然後這個 弄到 排氣管換回來 再換過去再換回來 你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不夠錢 你要給我賺十萬 我都覺得不夠 我真的講做服務 我們單純就是保證 Promise 承諾 對不對 我們就一直這樣做 好投息下去了 我們累積到這樣的信用 我們只能這樣做 我講真的 我只能這樣做 我也曾經想過 下次人可以來 來 我就聘 這台就這樣賣 我賺一萬 來本錢在這邊 你看 我賺一萬 你看 這我跟上個客人買的 我買這樣 我賺一萬 快出去不要來找我 我跟你講 其實也沒有辦法 他開出去有問題 他還是回來找我 你信不信 他還是去爆料公社說 我在小四買一台車 我告訴你 處理沒多久就失敗了 他就開始寫了 我們不是講好 我只賺 一萬八千 然後現況出去 都沒有我的事 你不是說 你有認識誰誰誰 誰是修理廠 你要自己處理了嗎 我們當初不是講好 何月也寫了嗎 然後他就有一個朋友 就會跳出來 喔 網紅車行啦 網紅車行賣這種車啦 你看人家喔 哎呦 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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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怎麼有這種車行 我以前也是他的粉絲 但自從這個事情以後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有喔 會不會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走回頭路了 就算你跟他講好這樣 合約也寫好了 他還是出去泡你啦 一樣啦 我告訴你這個社會已經病態啊 剛剛有人一直在這個提醒我要正能量 好 那我等一下講完 我是正能量 我會正能量 我會正能量 對不對 阿現在就這樣啊 我真的是看多了 所以其實不會有太多的感覺啦 因為我們真的 我真的看過很多了 那一路上直播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了 我沒有沉重啦 今天啦 我是今天那個 那個錄影有沒有 然後他那個編劇啊 有個橋段說我要去開妹 被我老婆看到比較沉重 其他以外我心情還OK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對我來說 呃 我如果能夠有 有能力照顧好我身邊的人 可以有餘力再造福更多的人 這樣就好了 就我們的小圈圈就好了 我們為什麼很多人問我說YT直播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小圈圈幾百個這樣就好了 我就很開心了啦 我沒有要到七千個啦不用啦 真的我不需要 你看我現在才才多少而已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這個社團有一些這個人 然後就在那邊 後面那邊背地裡講東講西了 對不對 雖然我看的是沒什麼感覺啦 只是我覺得說你看喔 當攻擊到最後他們剩什麼可以攻擊 我跟你講啊 比如說他們會說 阿小師他們會安排的修理場也不是專門場啊 對不對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喔 我們是不是說 這個外縣市我們都會安排 甚至台北我們都會安排修理場 但是我從來沒有說過是專門場啊 因為為什麼 我跟你講啦 我坦白說現在的專門場齁 真的 真的很會修某款車的齁 第一個他生意很好 他不差我們這一個修理場的介紹 第二個他收費 一定會比較高 這個沒有不對喔 人家有專業要賺多一點 第三個 我們的車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不是說我賣出去的車不會有問題喔 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們來這邊看車 我的業務跟你講說 小師賣出去的車不會壞 你馬上跟我講 我馬上請他滾 我們從來都不會去跟客人講說 我的車絕對不錯 不會啦 不用花錢啦 一家人都不用開啦 哈哈哈 一直晃 晃 晃り不 fulf什麽 gust 說一下晃晃 inve associates 好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 風險相對低 然後有問題 小問題 處理 倒霉一點有大問題也沒關係 怎麼樣小事給你靠 就這樣 就這樣嘛 我從來有講過我們專門廠 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 我們很懂很厲害很強 我去標誌北投那個阿國有沒有 拍影片我也講了 我說 這個阿國這個大師來行的 他要修理 他要看他心情 他要收便宜收貴 你也要給他收 因為他有他的know how 對不對 我們就給人家賺錢 那你如果覺得你想省錢就不要去 想請問小事哥合約現況交車 有疑問 寫現況交車出問題 法律上車廠是不是要負責 不用負責 現況交車就是我們現在點完 跟法院點交一樣 法院你去法院拍賣車 跟你點交 點交完你出去 你出事要等你去法院嗎 欸法院 我在你這邊拍一台車 欸法官啊 法院啊檢察官 欸 我在你這個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我標一台 林保監你開兩天 眼鏡沒電 我去眼眼鏡 告訴我一個要三萬 我媽的我要去爆料公社 爆料 法院我要去爆料你 現況跟你點交了 點完回去就你的事情了 這個叫做現況交車 現況點交五五 你知道嗎 我沒有要去告台北地方法院 哈哈哈哈哈 你告發 媽的這個求員 裁判都我的人 對不對 跟我鬥 你要跟誰鬥 所以現況就是 法律上就是點交了 好不好 對不對 欸我 我說真的啦 我說真的啦 我最喜歡喔 人家跟我講說喔 車行都買低賣高 好好賺 通常喔 我看到這句話 我都想回他說 如果這麼好賺 你要不要來賣二手車行 我幫你 我教你啊 想學啊 真的 我 我 不差 我同行那麼多 我又不差多你一個 你就來賣賣看嘛 你來開車行看看 我跟你講 各行各業都一樣啦 欸 你在吃便當的時候 你在吃排骨便當 旁邊烤肉 欸 烤肉 那滷肉 好像 咬水 色澤發亮 又沾沾沾 烤肉 蛤 白人的便當看的都很好吃啦 阿走下去喔 你手勾一個漆辣啦 哎唷 白人那個漆辣 媽胸部 奶好像比較大喔 欸 我腿又白又細 吃不到的都最好吃 對不對 別人他賺錢都好好賺 欸對 跟那個 維銘講的一樣 不然你叫你兒子來 我教他 呵呵呵呵 喔 不然你叫你兒子來 我教他 真的啊 好 其實我始終喔 我覺得我堅持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如果我們人喔 行的正做的端 沒有害人之心 我今天就算不在二手車 我去做別的行業 我跟你講 我不要說我會成功 我也不會餓死 這個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做應該做的事 我們努力 我們認真 學習 我不管做什麼 我覺得我都OK 我講真的 你就算讓我現在去賣雞蛋糕 我也覺得我可以賣出一片天 我認真的 我認真跟大家講喔 你現在就算叫我去 買一個蛋糕 買蚵仔麵線 我也會很認真學 我也會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賣蚵仔麵線 生意會好 對不對 我就買蚵仔麵線 開直播 對不對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一碗蚵仔麵線 你要買一碗蚵仔麵線 要注意什麼 你從他蚵仔的這個大小 進貨的這個大小 跟這個你燙的時候的這個水溫 因為怎樣燙太久 蚵仔會縮起來 你太少蚵仔縮小顆 不好吃 我研究 蚵仔在什麼溫度下 它可以保持這樣 哇 七七七 大粒大粒這樣 再來我們要研究 那個蚵仔的那個粘稠度 粘稠度呢 要到什麼樣的這個水準跟地步 什麼樣的溫度 是最好吃的 再來剩下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醋啊 蒜啊 醬油啊 辣椒的比例 所以我跟大家講 只要努力認真 用心 不要存著害人的心 真的做什麼都可以 真的啦 再好賺的東西 你不認真 你人不對 給你做什麼 你都是倒掉 我如果是開酒店 我跟妳講 我假設而已 我如果是開 我跟妳講 我們除了給客人 這個最好的服務的 我們這個連 水果盤的水果 每天老闆都親自試吃 甜度夠不夠 甜度OK 我們才切出來水果盤給客人 這個是一定的 對不對 再來 水果要試 那裡面的小姐呢 我不行 我結婚的人了 對不對 我們不是那種人 我們絕對不是說 為了要這個染指 這些小姐才開酒店 不是 我們請阿呆來試就好了 沒有關係 好不好 那請阿呆來試是怎麼樣 阿呆要的 我們就叫他走 阿呆不要的 我們留下來 哈哈哈哈 這樣才對 這樣才知道要怎麼分辨 好不好 反正我跟你講 其實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抱怨歸抱怨 對不對 反正我是覺得說真的 各行各業 不是都是這樣嗎 只是說覺得有時候 做到這個 現在這樣 然後有一些 可能會在一些什麼社團 社群 什麼群組 在那邊講講講 其實我覺得講到最後 他們能講的 無非也就是說 賣的車好貴 賣的車比較貴 怎麼樣 有沒有比較好 修理場怎麼樣 還有人喵到說 哇這個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不是用正常的 我經常跟你宣傳說 我所有的東西都有正常 我記得我是不是常愛說 我們只會去判別 什麼東西我們來用正常 什麼東西用負償 我覺得無傷大雅 沒有關係 要懂得分辨 就這樣而已 我們好好做生意 沒有偷拐搶片 也沒有害別人 不小心可能 也許有些人覺得我們擋到財路 殊不知 殊不知 其實我們的等級離太遠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絕對不可能影響到你的 在下面那些流言蜚語的人 其實我講實在話 我們真的差太遠了 就是我其實沒有關心到那邊去 我也沒有 沒有那個意思要攻擊到那麼下面去 你懂我意思嗎 高度差那麼多 不是你螞蟻在那邊爬 我捏你幹嘛 我沒有必要 我就走過就好 我嚇過就好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一個螞蟻說你看 我刺他這個人 我刺他一下了 好爽喔 你很高興 殊不知其實人家沒有感覺 人家真的沒有感覺 沒有啦 我跟你講我不是這幾天被黑 我跟你講我一路上座被黑 不過我覺得是這一陣子開始的 我後來有發現這一陣子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是那個水瓶做什麼 逆行 這一陣子你有沒有發現很多YouTuber 有一些很多的YouTuber在吵架 然後有很多的人在被攻擊東攻擊西 什麼的有沒有 對聽說這個下半年好像就是有這一種的負能量 好不好這個是比較屬於星象學的說法 一路上被黑 一路上被黑 改的不太好 真的啦這個我跟你講 獅子座的人 雖然平常表現都很強勢 但是被車撞到他也是會受傷的 廢話是不是你看 很多啊你不覺得最近很多什麼YouTuber啊什麼什麼啊 比我看很多除了偷椅子跟那個啊什麼館長那些還有什麼 那個我記得還看到什麼駕駛有沒有有一個在講那個棒球的台南駕駛的也好像也在那邊買多好啊 大家在賣多好像個像個像個像都在賣多好有沒有 我不知道什麼逆行啊反正你們去查啊 唐啟陽老師說的 唐啟陽老師有說啊這個下半年今年過了就好了 今年對啊有沒有 一路上表你還可以還比較順一點 對啊那個Jush我有在看啊 當鋪估車跟車廂估車差在哪裡沒有差在哪裡啊 你當鋪你去當鋪估車是你要跟他借錢還是要把車賣給他 那通常我記得當鋪如果他估車的話應該價錢可能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他我以前有些同行也會去也會去當鋪收車 就是當鋪收完以後賣給車行這樣 不會喔我覺得星星座不是無稽之函我覺得這是一個統計學喔 而且在我身邊為什麼我常在講星座 因為我身邊出現的星座重複率很高 不是說我是主角對嗎 旁邊的人都配角圍繞到有聲不是我意思是說 我周遭老是這個會出現在我身邊跟我比較親近的人 大概就那些星座所以我對某一些星座這個 遼弱執掌 我覺得這是一個統計學 泰山就是水瓶座的 我跟柏娘的星座有合嗎 你這樣講就不對囉 我跟他如果不合的話我會這麼愛他嗎 一定是合的對不對 不合早就 下一次直播旁邊站一個就不一樣 一定是合的問這什麼蠢問題 請你思考過以後再問好不好 對啦我覺得我是覺得是一個統計學 可以參考真的 柏娘愛我嗎 這個我告訴你這就要問他囉 我是很愛他他愛不愛我不敢確定喔 這個要問問他本人的意願喔好不好 我們這個人是不會去強迫人家 好不好 我們不是那種人喔 我們是這個付出 對不對我付出給大家 大家喜不喜歡我你們自己選擇嘛 對不對 自然而然你喜歡我你就會來看來接近我 你不喜歡我你就滾了嘛 你就紅甘隨人了嘛 對不對 好啦好啦好啦那今天這個10點了 因為今天我們的片也比較久 所以這個時間 對啊大家帶大家小貓回家了 好不好那大家晚安啊 下周見啊 大家晚安 下周見 ボデンナ